闯荡演艺圈真的是这么样的艰辛吗 来看小魔从默默无闻到走红演艺圈 究竟是有哪一些潜规则 两个在演艺圈苦熬了十年的艺人 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血泪 清秀脸庞 会说话的大眼泪汪汪 纤细修长的身材 眼看将走红演艺圈 却寻短情声 她就是男孩女性张子言 她是李蜜 172公分48公斤 出道十年 一心要从model转艺人 经纪公司花心思 为她取了外号叫小随堂 陈思涵跟李蜜同期 两人经历整整十年的 小磨岁月才稍稍展露头角 但问到这一行 要从C咖晋升A咖 有哪些潜规则 两个女孩开口揭露 其他同业们的遭遇 竟是肉欲横流的不堪 蛮多人会牺牲肉体去换金钱的 因为实在是很难 就是从二三线要到一线 其实过程要很久 可能就是要快的话五六年 就久的话可能七八年甚至十年 模特公司就是他们是一对情侣 那如果没有事的话 女方在外面有金主 男方在外面有富婆 就是可是他们两个是情侣 就是一样都是有自己的金钱来源 早年陈思涵从平面model做起 后来转主持也拍广告 经常接触活动厂商 最常暗示他必须现身的 也是这些花钱的老板 和掌握身杀大权的节目制作人 也有些制作人就是他喜欢你 他当场在试镜的时候 interview的时候 他就会把手放在你的大腿 摸啊摸 然后就说 我们这部戏很需要什么什么角色啊 然后就摸摸摸 可能就摸到屁股啊 因为这是我遇到的 就是摸到屁股 那屁股摸完之后 他摸到我的腰的时候 我就说 我有电话来了 我先走了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再跟我经纪人说 跟我要电话我不给他 就到处回放 所以就是不给的话 其实风险是很高 底下的零用金 就是比较小的模特儿是三万 三万起跳 那如果姿设比较优一点的话 就十万 那可能还有包出国旅游啊 房子啊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 其他的文化费 正好 我18号老衣裳 选美是小摩进入演艺圈的 艺人刘一新有美胸皇后之称 曾拿下2006年 世界比基尼小姐亚军 以及2009年亚洲小姐第四名 现在发片在即忙着赶通告 但在此之前 她被母亲尊尊告诫 早期某些悬眉比赛黑幕重重 家里要戴上后冠 总要付出一些代价 搞暧昧建立亲密关系 我妈说那个是一个 声约是 你可能要设计的是 从上面终成到最底下 因为可能发便当给你 你可能都要怎么样 主办单位的 可能是最大的那个领导人啊 他就会问嘉莉说 就是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然后如果就是嘉莉 那天晚上有去他房间的话 就是最后的名次就是都会不错 1980年代台湾兴起选美热潮 唐日荣成立选美协会 他经常高调现身 豪宅宛如皇宫 接受采访总是身坐龙椅 脚踏虎皮 最著名的是他千万打造黄金马桶 他对于美已经到一种偏执的 一种一种状况了 他家里面很多那个 Playboy的那个DVD散落满地 也就是说其实他非常喜欢 我还知道他非常地喜欢欣赏美女 他对于美的事物 尤其是美女他非常地执着 我这样偏执 唐日荣号称选美皇帝 亲自主持选美比赛 亲手颁奖 获选嘉莉 宛如古代帝王选妃 他与同样选美出身的 江文淑合办选美协会 后来却传出财务与感情纠纷 昔日的亲密爱人 对付公堂 反目重重 意气风发 美女环绕 晚年的唐日荣却是官司缠身 负债累累 1998年 他在台中龙总因肾衰竭病逝 享年不到60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